台北市长柯文哲率领的日本考察团 造访东京受到热烈欢迎 也特别举办了一场台北之夜活动 日本主流政要岸信夫带领约30位议员到场交流 驻日代表沈思纯与各方桥界人士也都出席参与 那么柯文哲也把握机会 向大家大力宣传今年将举办的台北世界设计之都 和2017年的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 邀请桥界与日本主流人士共相圣举 在热烈掌声中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众人夹道欢迎 抵达日本东京的大藏饭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 同时也是日本众议员的岸信夫 上前与柯市长握手致意 高挂的横幅宣告着这一晚是台北之夜 在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的作陪下 由台北市长柯文哲率领的赴日考察团 在紧凑的行程中与日本桥界交流 驻日代表沈思纯以及30位日本政要 也热情出席这场盛大的晚会 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来日本的潮操 是让日本跟台湾在地理位置 还有人文跟社会很多方面都很接线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更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那也希望透过台北跟东京的台湾以后 来恐怖台湾跟日本的外交关系 柯文哲也不忘行销 今年将举办的台北世界设计之都 和2017年的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 并邀请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日本众议院议员岸信夫 对于柯文哲在台湾的高人气早有耳闻 他也希望双方能保持密切往来 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 在干杯声中 柯文哲、岸信夫和沈思纯三人带领举杯敬酒 期间更与岸信夫交流健康议题相当热络 投影幕上也播放着台北世界设计之都 与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的宣传影片 让在场的主流人士更了解活动内容 台北市今年被全世界设计之都 2017年有了举办设计之大 相信通过这些活动 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民众 更加深刻的认识台北 就是代表说 未来将继续努力日本各界的朋友们 踊跃造访台北 这一年来 我从台北做很多好的事情 我对你的拥挤 都领了佩服 不要怕 真的 我希望 这些年轻人 大家都会骑骑 然后希望 同过 你改变台湾 还可以改变台湾 让我们知道 时间 更改 更改 变三个 桥借人士对于柯文哲的造访都相当开心 也对他与台北市府团队寄予厚望 晚宴结束时 大家争先抢着与柯文哲握手道别 并期待未来回到台湾 能看见更好的台北 台湾宏观电视 谢慧之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